刚才那条蛇太危险了,幸好我来得及时,以后你不要自己一个人来山上了,听到了吗? 我知道了,三哥。 赵仁凤这一趟上山可谓是满载而归,两人很快来到镇上一家药铺准备把蛇胆卖了。 同志你好,我们来卖药材。 没见我这正忙着呢吗?去去去,别耽误我功夫,收便宜药材的在那边。 这个年代在供销社、药店、这样地方上班的人都要靠关系,可也不至于牛到这个程度吧。 同志,你瞧瞧这蛇胆算不算贵重药材? 现在这年头想随便弄个什么玩意,来我们药店骗钱的人多了去了,我看你们也是。 赵仁凤对他的冷嘲热讽,充而不问。 这位大哥,你是店里的负责人吧?你应该比旁边这位大神有见地,这蛇胆到底是不是糊弄人的,你肯定能看得出来吧。 这确实是蛇胆,此时正值冬季,这蛇胆颜色比率是极品中的极品。 虽然是极品,可这年头需要蛇胆的也没几个,我们店也不缺,这玩意也不容易保存,你们如果要卖,那就150块吧。 既然大神不缺,那我们去其他地方问问。 其实女服务员比年龄不大,赵仁凤称呼他大神其实就是为了恶心他的。 见两人真的要走,中年男人狠狠瞪了女店员一眼,女店员咬咬牙说的。 一共220块,不能再多了,整个镇上除了我们家,没有人能给得起这个价。 对于这样气焰嚣张的人,找人凤头没回地走了。 我出220已经够高了,你以为还能卖出个什么大价钱不成? 我看等会卖不出去,还得回来求我,到时候看我怎么挤兑你们。 你们这有没有蛇胆? 没有了。 文盛,您来了。 徐叔,我爸的病已经到了非用蛇胆不可的地步,劳烦你帮我打听下, 我急需这个,只要有,我愿意出比市场价贵50的价。 都说了没有,也不会有了。 徐叔也没和女店员计较,急忙叫做准备要走的文盛。 文盛,这人是新来的伙计,不懂事,你别和他计较,刚才有两人要卖蛇胆,现在应该去那边了。 刚才我们去的是镇上最大的药材回收站,按道理,这家店应该给得起蛇胆的价,没想到居然碰到了这种事。 别生气。 我没生气,为那种人生气也不值得啊,等会气坏了我自己。 还能去找那位大婶赔钱不成。 听到赵仁凤这话,沈轻松的脸色才稍微好了一些。 对了,你打算去供销售买什么? 我本打算卖了钱去买点卖乳精,再给咱妈买点东西,还有家里要买点糖,酱油什么的。 赵仁凤正絮絮叨叨地说着话,冷不丁地传了一声。 请问两位同志,刚才在药店里面卖蛇胆的是你们吗? 是我们。 事情是这样的,我爹得了费疾,急需蛇胆入药。 我刚刚去药店他们告诉我,你这里有,我就冒昧上前来打扰了,不知道这位大哥您这的蛇胆还卖不卖。 你能出什么价? 八百,你看怎么样? 他的预想价格是八百四,刻意说成八百,就是想着如果对方价格不满意,还能有讨价还价的空间。 谁料赵仁凤居来笑着说。 刚才我在药店问过了,药店的人还想二百八收呢,你要是急需这个,给我六百块就行了。 这年头谁挣钱都不容易,我们各自体谅,如果你觉得合适,下次记得要买再来找我。 文汉宇眼中颇有些意外,能面对这样巨额诱惑还维持本心的女孩子不多。 没关系,冬天的蛇都冬眠了,想必你们这蛇胆得来实所不易。 说着,他爽快从钱包里拿出八张大团结给赵仁凤,又写了一串号码交到赵仁凤手中。 这是我家的电话,我爹的病需要大量蛇胆,如果你们还有记得联系我,当然了,还有其他药材或者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,也可以联系我,别的我不敢说。 在浙江城我还是认识几个人的。 在这时候,只有各个单位和村委才有电话,普通人之间联系都是靠协信。 这个男人不仅家里有电话,掏钱的时候十分爽快,看着就不是什么简单人。 赵仁凤笑着接受了,这几株山上挖来的草药,希望对你爹的病有帮助。 你学过药理吗?我爹的病确实需要这几位药。 学过几天,我随便猜的。 学过几天,随便猜猜就知道要用什么,还真是在中医方面颇有天赋。 卖完了蛇胆,两人又到供销社买了些生活必需品,沈青松和赵仁凤就回到了白山村。 赵仁凤虽然现在很需要钱,却还是将钱都给了沈青松,因为蛇是他抓的。 可这么一笔巨款,沈青松却只留下了使坏,剩下的全给了赵仁凤。 你现在是我的媳妇,管钱理所应当。 他们虽然清醒地明白,他们之间的夫妻关系仅仅只能维持三个月, 可沈青松的一句话还是让赵仁凤心中涌起了阵阵温暖。 这种感觉陌生又心急,以前从未有过。 也许这就叫家吧。 回沈家的路上,走到一处下坡,小凤重心不稳,一脚踩躬。 还好有沈青松扶着,他整个人跌入沈青松怀里。 沈青松对他做的这些事情,让他有些惶恐的意识到, 这个男人对他是存在着好感的。 只是上一世和赵勇的那段婚姻让他对感情充满了防备, 他非常清醒自己不会这么轻易地喜欢上一个人。 赵仁凤有些不好意思的。 不小心又把脚给崴了。 我背你。 还没到家,沈青松背着赵仁凤的画面,恰好被沈翠翠看到了。 你,你为了勾搭我哥,真是不知恋耻。 赵仁凤,你花这些心思在我哥身上都是徒劳。 我哥虽然暂时同意你留下了, 可他根本看不上你这样的农村女人。 沈翠翠,对你三嫂说话注意分寸, 这样的话我不希望再听到第二次。 你没听到动静,从房里走出来问。 怎么了? 沈翠翠撇了撇嘴没说话, 等他看着两人回到房间后才委屈地说。 赵仁凤我看就是故意的, 我不过说他两句, 三哥就黑着一张脸教训我, 难道我不是沈家的人了吗? 哼,三哥纵容就算了, 还帮着他说我。 你三哥怎么欺负你了? 等回头我带你去你奶房里告诉他, 只要你奶也说是你三哥做得不对, 你放心, 妈一定给你做主。 妈,你和三哥是一伙的。 说吧, 他捂着脸往自己房间里跑了回去。 吃把饭后, 赵仁凤将今天在公销社里买的东西递给李梅。 我弟乖乖, 你咋买了这么多东西? 你哪这么多钱呢? 你不会都是花了我三哥的钱吧? 沈翠翠直接将李梅的怀疑说了出来, 都说老婆孩子热炕头, 这男人为了新婚老婆花几钱来, 也没个轻重。 妈,你放心吧, 这些东西都是我和三哥今天挣的, 而且只花了一个零头而已。 零头? 你们挣什么钱了? 娘, 这是赵仁凤今天在山上采到了珍贵药材卖的, 来路干净, 光明正大。 听到沈轻松解释这钱的来路, 李梅对是放心了, 脸上笑开了话。 你们夫妻刚结婚, 用钱的地方可多着呢, 还记得给我一个老婆子买东西, 真是孝顺孩子。